圣言论第五十讲 圣经的传递 我们来到第六段 为什么上帝允许原本遗生呢? 我前面讲过 圣经的无物是限于神所谓的 末世的原本的文本 Otographic Text 圣经没有任何地方保证 原本的超本是十全十美的 虽然如此 上帝很奇妙地保存了圣经的文本 Text 因此我们可以输注于 我们目前的圣经不同的版本 是上帝无物的话 但是我们要问 假如上帝在他的护理中 甚至服行神级 保存原本 Otographic Manuscripts 岂不是会更好吗? 圣经没有给我们 明硕的答案 但是请考虑下面两点 第一点 很多人提议 假如原本 Original Manuscripts 被保存下来 他们肯定 他们可能会成为 偶像敬拜的对象 既然 教育历史中 有这么多 圣物 遗物 这个的考虑 是很值得的 请注意 请记得 西西迦王 毁掉那个铜蛇 就是摩西用来 在旷野医治 以色列民的铜蛇 因为人开始敬拜他 列王记下 十八章第四节 第二点 假如目前 这个原本存在的话 并不会帮助我们 去解决 理解神的话 应用神的话 这些难题的 我们已经考虑过很多 关于圣经的文本 text 它的末世 权威和无误 这些的争论 若原本 autograph 存在的话 并不会平息 这些争论的 也不会排除那些 对文本的解释 和用文本 怎么样使用文本 来建立教义 这些的辩论的 这些的争论 很少是取决于 抄本的问题 有一个很纯的 一个文本的存在 也不解决 也不解决 这些的问题的 所以上帝 若保存了 这个原本 只不过是 他多余的 使用他的大能而已 第七段 为什么上帝不给我们 完整的 完全的 超本呢 这里有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上帝不选择 赐给我们 十全十美的超本 保证了这个 原来的文本 autographic text 是十全十美的 保存下来 虽然没有把原本 autographic manuscript 保存下来 就算超本 是完全十全十美 也很好 假如有一本 无物圣经是 那么的重要 为什么上帝 没有决定 要把圣经 所有的超本 都成为 是无物的呢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 这种的 上帝的护理 是暗示着什么 它意味着 当你坐下来 抄写创世纪 第一章的时候 你不会失败的 你一定会抄写出 完整的一个超本出来 上帝会 上帝会拦阻 任何你的记忆力 的失落 当你看 这个原本的时候 当你的眼睛 从原本 到你的超本之间 扫描的时候 你的记忆力 是完全没有错的 上帝会拦阻你 在你抄写的过程的时候 有任何有罪的意愿 要去扭曲 用任何方法 去扭曲这个文本 当然 这些上帝都可能做得到 但是呢 这里所暗示的 神的护理力夫的图画呢 是与他一般 在我们中间 做工的方法 是非常不同的 更严肃的 更严肃的 我们要考虑到 从一个比较 广义的观点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请记得 我在本章一开始 列出第二个列单 就是圣经的抄写 就是圣经的抄写 经文辨别学 经文的翻译 教导等等 一直到我们的理解 和我们的确据 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 让我们从圣经 领受到 造就我们的话语的 一些的过程 上帝的用意就是 我们要领受 这种的教育 所以他就提供了 这一切的事情的运作 他就请注意 在每一件事情的运作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问 上帝为什么不设计 一个十全十美的 一个步骤呢 他毕竟可以提供 十全十美的抄本 不但如此 也可以提供 完全没有错误的 经文的辨别 完全没有错误的翻译 完全是全十美的教导 等等 承认的 他可以保证 我们任何去了解 圣经的尝试 都是完全成功的 他甚至不可以决定 去跳过这些的 从圣经的末世 一直到我们了解圣经 中间这么多步 他都可以跳过 因为为什么 我们要走过整个的过程 就是走过 抄写 翻译 教导等等 假如圣经能够 直接就给我们 直接了解他的话语呢 为什么上帝要设计 这个漫长的过程呢 为什么他 不就给我们一个 直接的 直接的 对他的启示的了解 好像我们 好像魔术性这样子 完全就了解了 一看 希优来文 希腊文 经文就完全能够了解呢 说到这里 为什么上帝 圣日福 要花这么多麻烦 去把他的 启示 逼之于书 写成一本书呢 他为什么 就不直接的 像每一个人 直接的启示就好了吗 上帝并没有为这些的问题 给我们清楚的答案 但这些答案都是相似的 假如上帝 能够提供一本 无误的书 但是却又让一些 能犯错的抄写者 去发表他 这个是 不太可能的话 就是说 上帝 不会写一本 无误的书 然后呢 让一些能犯错的人 来发表他 那么 下面这些也是 不太可能的咯 他会 把翻译 教导 跟神学这些事工 也交给 犯错的人类呢 假如上帝最可能的 是提供一些 圣经的 无误的抄本 那么同样可能的是 上帝也可以提供一些 完整的翻译本 等等 我们假如认为 上帝大概不会给我们 一本完整的翻译的话 那么大概也不可能 他会给我们一本 完整的抄本 所以问题就是 上帝为什么 默示了一本 无误的话 然后指定 这本的话语呢 走过一段 能犯错的 流传 跟领受的过程呢 那这样来问这个问题 就暗示着有答案了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 上帝的心意 是要我们以一个群体的形式 来领受 他亲自所讲的话 只要他给了我们一些 十全十美的抄本 十全十美的翻译本 等等呢 每一个人 个人就可以 去掌握理解圣经 不需要别人 帮上忙了 一个人就可以 跑去书店 买一本 圣经的 十全十美的翻译本 自己叫自己 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一个 完全 无误的理解了 注脚第十三 我们为什么考虑这个可能性 这个本身就指出 我们的文化是多么的个人主义 世界上大部分的人 包括第一世纪的犹太人 跟基督徒 他们对知识 就是学习呢 是用一个群体的进入的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只有我们今天 现代人是多么的个人主义的 好回到证文本身 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去买一本书 直接的就学 就可以有一个十全数美的理解 但是这个不是上帝的用意 上帝愿意教会 围绕着他的话 一起的 以一个立约群体 坐在他的话语的面前 他愿意每一个个人 从其他的教会的肢体 的恩赐上得到益处 有些人 在语言上是有恩赐的 他们可以翻译圣经 有些人有恩赐教导 他们可以教导 有些人可以用花语教导 有些人用自己的生命 品格的榜样来教导 每一个人都对造就整个的 基督身体 会贡献一些 彼此的建立 主角第14 这个是新约圣经一个基本的主题 参考 罗马书14章19节 15章第2节 格里多前书第8章第1节 格里多前书第14章3到5节 12节17节26节 格里多后书10章第8节 12章19节13章10节 以弗所书第4章12节16节29节 贴前5章11节 提前1章第4节 第14章 每一个个人都要靠别人的恩赐 所以聆听神的话 就把整个基督的身体造聚起来 当然 这个群体性的领受神的话的过程 往往是走相反的方向的 教会一般因为圣经的翻译解释 神学上的理解等等 就分裂了 最常常使事情都非常的糟糕 但是只要做得最好的话 一起来学习神的话 就算在今天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过程 它不单单引致我们去爱神 而且使我们彼此相爱 尊重他人的恩赐 在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长进 不单是在知识上长进 上帝可能有其他的理由 甚至有完全不同的理由 为什么他决定给我们的抄本 是有错的 一本无误的书 但是抄本却是有错的 但是肯定他有他自己的原因 为什么这样决定 所以我们若要再猜他的心意 是不知悔的 第八段 原本的遗失 是否一个很严重的失落呢 根据我们前面的论点 我们可以说 差不多整本圣经的原来的文本 Autographic Text都被保存下来 而因为圣经多次多处的重复 因此圣经所有的教义 教会都能够抓得到 但是因为整个传递圣经的过程 是能犯错的 因此我们承认 我们是失去了某一些的东西的 例如 我们不能够肯定的知道 究竟马可福音是如何的结束的 有可能我们失去了一段总结性的 一段话 或者某一些的耶稣的话 既然我们是靠着上帝口中 所出的一切的话 每一句话而生活的 马太四章四节 这个失落是一个严重的事 虽然这个失落只不过是在一些 唯妙的观点上的 侧重点方面的失落 就是在我们所拥有的 之上 某一些唯妙的事情 好像是失落了 但是请记得 上帝坏的遗失 不是没有潜力的 约翰告诉我们 耶稣做了很多的事 肯定包括很多的教导 是没有写下来 记录下来的 约翰福音的21章25节 约翰是这样说的 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 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所以我们失去了某一些耶稣的教导 而且教导肯定会对我们有帮助的 我们目前记录下来的 只是在一些侧重点的不同 同样的 对旧约的先知们的教导也是一样 俄巴迪亚这位先知 肯定从事实上来领受的 比他写下来这本短短的书更多 保罗至少写了两封信 没有为我们保存下来的 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九节 跟哥林多后书七章第八节提到的 上帝并没有为我保存 他透过耶稣先知和使徒们所讲的 所有的位格性的话 有些是满足了那些原来听者的需要 但是上帝决定这些并不需要为我们保存下来 当然假如考古学家能够让一些 遗失的书信出土 能够被证明是从保罗 写的 那是一个很奇妙的事 或者一本真实的第五本的福音书 但是上帝决定到目前为止 这种的失落的启示 是将会不需要的 我们应该把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 耶稣所讲的出自神的口的 每一句话 每一句是指上帝在今天为我们提供的启示 而不是上帝在历史上所讲过的每一句话 同样的我们对一些的话语的启示的片段 可能透过抄写传递的过程 失落的也是要这样来看 上帝在这些的过程上都是掌主权的 他决定哪些是要保存下来 哪些不需要保存下来 他也决定了从这种的神学的意义上来说 透过整个的经文的传递的过程 我们并没有意识什么 终结四点 第一点 圣经的原本 Autographic Manuscripts 今天是仪式了 虽然我们并不必绝望 有可能有一天在未来可以找得到 二 原来的文本 Autographic Texts 差不多完全保存下来 透过目前的抄本 透过经文的辨别学 我们是可以找到的 第三 圣经独特的教导 完全保存下来 因为圣经的教育上的教导 常常重复 而这个是对我们有利的 最后第四 因为上帝特殊的照顾和护理 威门士的信仰告白第一章第八段 因为上帝掌管着 整个的传递的过程 今天在圣经里面 我们有上帝想要像我们今天说的 每一句的他亲自讲的话 我们都有 第三十三章结束 是 感谢观看